有太阳的话感觉还可以 赶紧先把那个竹林走过去 漂亮漂亮 距离那个位置大概就是 一个小时不到 前面那个就是鹿角 快到了 这个地方真的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太美了 关键是没有遭到破坏 到了 前面就是鹿角梁了 那是两个鹿角 大面还有有人搭着帐篷 在里面住着 刚没雾又起过了 又看不见了 就这样 二十米就到 这就是女神 加快脚步 这一点路啊 走了一个快半个小时了 都在那墨迹 实在是不想走 这个地方太好了 现在就要穿过这片草垫了 穿过那边草垫 就是到下面那个竹林 现在看那个鹿角梁 是不是很清晰 两个鸡角 这个好像是光头山吧 你像这个鹿角梁啊 你没必要去说 我爬到他那个鹿角上面去 没必要 其实下面也挺好的 继续前进 下山把上山的风景全给补回来了 太完美了 又开始钻竹林了 加油 给大家吃宽的看一下寄图 我就在后镇子谷镇 这是我现在的位置 迎攀良遗址 从这条路一直往上走 走到那企业甲神庙这里 就开始徒步 这个点是徒步路线 一直往上走 到南千盟 愿望殿 上去二野海 大野海 发现它是太白山最高峰 3770亿米 这样直观吧 现在出发吧 既然是大山最高峰的 人类是粘子 蓬水 谢谢 我只能在闭上 三河瀑布 它整个是一块岩石 太漂亮了 前面还有 整个岩石被那吸水给冲发成一个沟槽了 看起来特别壮观 这也太清澈了 这个地方好 我在这边准备待上一个小时看一下 到这个瀑布了 越往山里面走越阴冷 前面就是蓝天盟 蓝天盟海拔3135米 那边应该就是大凉了 看看那个雾多漂亮 到处起屋了 真是厨房 蓝天白云 八月十五的月亮 风太大了 眼光也太刺眼了 现在 一大沿海就一步之遥了 丢 一会热一会冷 我把外头拖了 现在又冷的受不了 太难受了 这上面好多人 还是下去吧 外面有点反光的拔仙台那里 反光挺严重的 看的照片都不清晰 二眼痕 三眼痕 玉皇池看不见 我昨天晚上应该就在这里休息 刚刚好 爬上来就三四个小时 现在打着 打过了四个小时 不一定不一定的潮流回去 这就是打野痕 骑车的喊 如何喊我 带我过来走 过了这个小王宫保护站 继续往前走 这片云海太平了 这边是大河 往那边一路下来 挺好走 这泳海多漂亮 坐了缆车的话就上去 不坐了缆车的 就从边上走 看这特别山怎么样 美不美 整个都是 那边整个被 泳海包围了 下面啥都看不见 看我说啥 那个山头马上都没了 都包围了 一会儿 继续前进 还有三公里多 到那个下半寺 上次我这会儿都已经到顶棚凉了 加油 山上特别安静 现在 这个周末都没人吗 我刚才看了一下 今天776 没人爬山 山梁上好走 山梁上好走 能起起宿 还有一段距离 应该也没多远了 差不多一个小时可以到 今天山大化估计得七八点钟 估摸着 暗天黑应该能下山 有啥问题 还能走 加油 太爽了 特别的凉快 现在 也不出汗 这片全是东白 在这个山顶上面 遮天蔽日的 现在 登上这个凉 就到了 这边的话 比较好走 越往下 但是越陡峭 走的太慢了 我得跑一圈 把这边过去之后 这个地方是悬崖 绝壁 这个景棚梁的话 是3400多米 大自然是不是很神奇 到边上去看一下 从前面那边 一直往前走 可以到凹山 一直可以往前走 上次来还有两个人 今天的话 一个人都没有 想找个人 给我拍个照片 都不行 这是一个发呆的好技法 就坐在这边 请你凉上 看起来 真壮观 休息 休息一会儿 就要赶紧下乡了 今天的话 不敢 不敢久待 今天早上 我是从太白县的 陆平沟 一路徒步 走了好几个小时 走上来的 一路的风景特别好 现在我准备下山了 不敢久待 现在是下午的 两点半 今天上来晚了 我要赶时间 争取 一点左右 下山吧 麻烦 有汉 小心 你 到 我 由